这里是爱德华公园 现在是10月中旬 我们来看看变色的植物 这是一种Hydrangea 它在刚刚开花的时候 花都是白色或者是淡粉色的 那么天气转凉 它的花就会变成这种粉红色 非常吸引人 我们看到这些粉红色的 严格来说不是花瓣 而是它的叶子 类似于花瓣的叶子 来吸引更多的昆虫 这个品种 这个大类叫Pennicolata 和我们说的那种大花球形的 那种是Macrophylla 不太一样 这种更耐寒 更容易开花 而且你像它这种锥形的花头 可以一直持续到冬天不变形 叶子会 这些粉红会变成棕色 灰色 但是它的形状不变 所以是很好的花园装饰 建议不要在秋天的时候把它剪掉 这一片红红叶子是落叶杜鹃 这个红的太可爱了 英文里呢 我们经常叫它Decidious Azalea 这种落叶杜鹃除了它变色 不是所有的落叶杜鹃都会变色啊 有一些少数会变色 秋天会变得非常的鲜艳 那么落叶杜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强势就是它更耐寒 比其他的 你像旁边的这种 长青的杜鹃 这种是Elepidote 这个大类 比这个长青的杜鹃更耐寒 这里有一层也变叶了 你看看它这个变叶变色了 它的叶子变色了 它通常这种变了颜色的叶子都是老叶子 你看它的新叶子长在顶端的还是绿色 那么变色的叶子呢 往往就会脱落 而这种呢是长青杜鹃 所谓长青就是一年四季 它都有绿叶 那么长青杜鹃在很冷的时候 一个是在很冷的时候呢 它也会叶子全部脱落 或者被冻死 另外它的老叶子 每隔两三年也会脱落 你仔细看它有很多花苞 每一个顶端呢 都有两三个花苞 那么春天的时候 这个花全部打开的时候 整棵这个灌木 都会被紫色的小花覆盖 这应该是PGM系列 PGM呢是一个在多伦多比较流行 因为它很相对也是很耐寒 在多伦多地区 而且容易生长 它属于iron clad 这个大类的 就是很容易生长 所以在多伦多地区呢 就建议推荐 如果你喜欢杜鹃的话 就推荐种这种PGM系列的杜鹃 这里有一棵橘黄色的植物 这个很常见在多伦多 特别是在高速两旁 这个通常我们见到它变色的时候呢 是通红色的 现在就应该可以看见了 在10月中旬 应该可以看见它变成通红色 不知道为什么这棵 只变成了橘黄色 橘红色 这个植物呢叫Sumak 非常耐旱 喜阳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串根 串得非常厉害 所以这种植物呢 只适合在公园 或者是街道 道路两旁种植 不适合在庭院种植 如果你要在庭院种植的话 它会把你的整个花园侵占 你看这是它结的果子 种子头 一直到冬天 会保持这种红色的种子头 也是一个很好的观赏 好了 这种变色植物 今天就介绍这么多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